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 今天礼拜三 我觉得到了 每一个礼拜的中间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疲倦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等候优化的必重新得利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一早来领受天父的话语 我们就得到清晨的甘露 让我们的一天 都有一个新鲜的能力 让我们走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 今天我们要来读第十八章 弟兄姐妹圣经里面 真的充满着美好的话语 像昨天我们没有读 我觉得很有意思 十七章的二十二节 它说喜乐之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弟兄姐妹你好好去思想 在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心 喜乐的心 一个人怎么能够有喜乐的心呢 很简单 你就是到上帝的面前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与神和好 并且我们不但与神和好 得到这个救恩 最后我们会成为一个 与神为乐 上帝是我们的喜乐 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 其实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 感谢主 他担负我们一切的困境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忧虑 都卸在他面前 那还有一句话 他也很有意思 他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 也可算为智慧 那所以 其实我们少讲一点话 这个就是 就算是 已经算是一个智慧的人 那求主祝福我们 我们今天呢 我们要进入十八章 我们一起来读 与众寡和的独自寻求心愿 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愚昧人不喜爱明哲 只喜爱显露心意 恶人来藐视 虽来羞耻到辱骂同道 人口中的言语 如同深水 智慧的泉源 好像涌流的河水 瞻恶人的情面 偏断义人的案件 都为不散 愚昧人张嘴起争端 开口招鞭打 愚昧人的口 自取败坏 他的嘴是 他生命的网罗 传舌人的言语 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心腹 这边讲到传舌的人 他的言语像美食 这很奇怪 很奇怪 这个传舌 会这样子 深入人的心 但是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这个传舌的人 所带给你的 其实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会叫我们吃到吃尽苦头 使我们这个人就中了毒 我们还不知道 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义人奔路 便得安稳 十一节 妇人的财物是他的奸臣 在他心讲 犹如高强 十二节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之前 必有千卑 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之前 必有千卑 那这边再一次告诉我们说 骄傲 所带来给我们的咒诅是怎样 那弟兄姐妹 这边告诉我们 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骄傲 就是变成神所抵挡的 第一个 神抵挡骄傲的人 是不是 那第二个 人也不喜欢 没有人会喜欢骄傲的人 第三个 你这个骄傲 对神 对人 对自己都不好 对自己有什么不好呢 那这边告诉我们说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当我们骄傲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一个败坏的人 因为骄傲之前 我们已经败坏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骄傲 弟兄姐妹 什么是骄傲呢 骄傲就是自以为是 以自己来衡量一切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 讲是非 讲对错 讲理由 那我们很容易 对一件事情 对一个人 我们就批评 就论淡 弟兄姐妹 你知道 这就是使我们 种了一个 就是我们原来 亚当所种的 这个分别 三个数的毒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就藏进了 那个苦果 你知道 第一个 上帝不喜欢我们 上帝告诉我们说 他抵挡这样的人 那第二件事 人 你就跟人的关系 受到很大的破坏 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 跟你的夫妻中间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都会因为 我们的骄傲 自以为是 以至于我们的关系 就受到破坏 弟兄姐妹 你知道 这个谦卑的人 他说 尊荣之前 必有谦卑 这个再次告诉我们说 只有谦卑 你才能够得到 上帝给你的尊荣 放下你的自己 就是自己有理 也一样 不咄咄逼人 你知道我们一有理 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是 很有道理 我们又一定要说过 但是弟兄姐妹 一个谦卑的人 即便你有理 你也不会要 咄咄逼人的 来把你的道理 来压制别人 那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曾经讲过 一个故事 就是我的老师 许师母 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做一个 在户 他是一个户事 在户离战里面 你知道 很多的 在加拿大 大部分的人 都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在户离战里面 他们就会谈起 圣经的一些东西 那当然有时候 就会辩论起来 辩论起来 那明明呢 这个姐妹讲的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 可是呢 她就硬拗说 她是对 那许师母就跟她讲说 我只要翻一节圣经 就可以证明 你讲的是不对的 那那个人 那个姐妹呢 就不示弱 她说 那你翻了 你翻了 我就服啊 我就服 所以呢 许师母就 就 这个 就转过身了 就去开她的抽地 要把圣经 拿出来 可是当她在 开抽地的时候 开抽地的时候 那这个抽地 开起来的时候 她的手要伸进去 要拿圣经的时候 圣灵就告诉她说 你不可以动这个圣经 哇 这一句话 就这个下子 很麻烦 我不去把圣经拿出来 那别人就会说 我乱讲 我说翻出一节圣经 就可以把它驳倒 可是呢 我现在 我如果不翻 那别人就会怎么看我 那 这个面子怎么下得去 可是 圣灵就告诉她说 你不可以去 用你的手去 接触 去拿那个圣经 所以她的手就 就里面 很大的挣扎 是不是 手就停在半空中 这个平淡半空中 但是 弟兄姐妹 感谢神 谦卑的人 就是顺服当地 她心里 知道是圣灵的声音 她就愿意放下她的自己 所以她就把 她就把手 放下来 然后把抽地关起来 然后她就不讲话 然后就 她就走出去 那弟兄姐妹 好像那个 另外一个姐妹 就好像她很厉害 你看 你看就是 证明还是她对 但是 隔了没有多久 这个姐妹 就来跟 许师母讲 她说 她说 其实我知道 是我错 不过谢谢你 那一天 你没有把圣经 翻开来 我知道你一翻开 圣经 我就丢脸 丢到底 整个 整个 这个护理站的人 都知道 我根本就是 胡扯的 胡说乱扯的 她说 谢谢你 你保存了 我的面子 后来这个姐妹 就成为 许师母最重要的一个同工 一直的跟随许师母 这个在 在 侍奉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就 我就想说 为什么 许师母 说真的 就说 她没有什么 有 有多大的 特点 当然 她讲的 实际上的 信息 是非常非常 吸引我的心 但是 我就觉得 她有时候 她都会能祷告 那个人就会流泪 她讲一件事情 就好像就变成 变成一个寓言 为什么她的讲话 这么有力量 哇 弟兄姐妹 其实 她背后有一个学习 就是不断地 放向自己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她也说 只不能凭着自己 做什么 父所做的 此才做 耶稣又说 只不能凭着自己 说什么 只是父所说的 只才说 所以 耶稣 她不会随便 做一件事 所以她做的事情 都是上帝所做 所以都是 每一件事 都是非常的伟大 是不是 她平常 不讲自己的话 所以每一句话出来 都是代表 上帝所说的话 所以耶稣的话出来 就充满了力量 是的 她也解释圣经 法利赛人也解释圣经 可是法利赛人 讲的一点能力 都没有 为什么 弟兄姐妹 就在于 她生命里面的问题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尊荣之前 必有谦卑 放下你的自己 舍己 就是栽种生命树 在这里 你好像能吃亏 好像你不能够 奖赢人家 但弟兄姐妹 你在人的面前赢了 你在神面前就输了 是不是 你在人 你在人面前输了 可是你在神面前 你就反而 你就赢了 求主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活在 生命树的原则里面 而不活在 分别上路树的里面 舍己 就是栽种生命树 顺服 就是栽种生命树 饶树 就是栽种生命树 这就是一个谦卑的人 当你行在其中 你就有 你就一定会有尊荣 弟兄姐妹 祝福你 让你能够走在 谦卑的路上 上帝 今天要把尊荣赏赐给 每一个谦卑的弟兄姐妹 阿们 我会有尊荣赏赐给 我会有尊荣赏赐给 我会有尊荣赐给